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由药王孙十秒初创 然后经过历代一家 不断丰富完善的仙人柔腐术 这套仙人柔腐术呢 特别适合大家在早上起床之前呀 在被窝里边要贴着肉去柔腐啊 我们在这儿就以这个跪地的知识 给大家做更好的演示 第一次呢是柔按我们的心窝 右手握不全 放入两类交汇的心窝处 再下 左手再上 然后先做逆时间的打圈 三十六次 然后呢 左手握不全再下 右手再上 再做顺时间的打圈 三十六次 然后第二次呢 是推我们的腐中线 也就是疏通扔脉 右手再下握不全 左手再上 从我们的心窝处 一路向下推送到我们的持股区域 这样啊 交替十八次 然后换手 左手握不全再下 右手再上 再重新窝处 垂直的推送我们的腐中线 到持股向下 十八次 合计三十六次 第三个呢 是揉按我们肚脐神雀的周围 找到肚脐 先让右手握不全再下 左手再上 做逆势劲的打圈 三十六次 力量要稍微大一点啊 五到六成力 有渗透感 然后左手握不全再下 右手再上 围绕肚脐 做顺势劲的打圈 三十六次 第四呢 是按揉疏通我们的两侧的腐直肌线 右手握不全再下 从我们的胸内处 一直推到腐股沟处 左手再上 这样推送 三十六次 推送 力量要 适度的大一点 有渗透感 然后 左手握不全再下 右手再上 推我们的腐直肌线 从胸内处 一直推到我们的腐沟处 重复三十六次 第五个动作呢 非常重要 但是却被很多人忽视了 它也是我们道家里边 熟成的摇山晃海 通过摇转我们的脊柱 把内在的五丈六腑 都做一个更好的活动 我们选择盘坐下来 双手的手掌 推在膝盖的上方 腰背立直 蓄零顶近 随吸气的时候 先往右侧 直背 伸展 打半圈 呼气的时候 收腹 含胸拔背 往后推 半圈 然后重复吸气 往前 呼气 双手要推 吸发力 帮助身体 更好的 去收腹 向后 先做三十六次的 由右向左的 打圈 然后 回到中立位 再做三十六次的 由左 向右 打圈 配合呼吸 好 通过这个摇山晃海 看似在活动 我们的脊椎 实质上 也是在更好的 按摩我们内在的 五脏六幅 通过这动作的 配合练习 正好是一套 仙人柔腹术 你学会了吗